大家好,本人是陳崇宇 以下要講的掛例是 學員瞻的大家來練習 蠻牛千面人何時落網 這個是在2005年的時候 那時候5月有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那個 這個千面人在蠻牛下毒 然後那時候也引起社會一陣騷動 那就有學員來沾掛 問說這個人蠻牛千面人 這個人什麼時候會被抓到 好,那這個是這個學員問的 B9308042這個學員 這個學員他姓陳 住基隆 因為我每個學員他都有一個學員編號 然後什麼人我都知道 然後地址電話什麼資料我都知道 因為坊間其實有很多冒充我的學員 其實那個只要問他學員編號跟姓名 然後來跟我這邊核對 就知道他是不是我學員 因為很多看到版的就出來職業什麼的 看到版的有的他也沒有問我問題 其實很多秘訣他也不知道 然後就出來職業 這樣其實對那個客戶是很不好的 好,那他在2005年的5月22號佔的 好,那你看喔 他是B93 這個93就是民國93年買的 好,那 93年就是2004年嗎 所以他在2004年的8月4號之後才買的 因為他不是先買文龍掛 他先買別顆的 代表說文龍掛是在這之後買的 然後離了2005年5月22號也才 不到一年喔 才幾個月 才9個月吧 9個多月而已 那他也能夠斷出及胸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看怎麼斷的 他說各位師兄不妨一起練練功討論看看 這個 第一個 用神有關 浮於塵土柴謠之下 這邊 用神有關 很多人在站這個 他連用神是什麼都不知道 有的以為要用有謠 就是兄弟謠 有的用硬謠 其實不是 像這種 千面人這一種 應該用官謠 道賊 有奔 強盜之類的 是看官謠 小偷之類的 才是看有謠 這個有奔 有謠是兄弟謠 所以要以這個官鬼謠 有金 這官鬼謠為用神 好 那浮於塵土柴謠之下 他是浮神 浮在這個 畢山窑 塵土 西柴謠之下 被灰神 生河柱 所以暫時無事 這個灰神 土生金 而且是河 所以是生河 所以暫時沒有事情 5月 看5月22號3的嘛 所以暫時不會有事情 這沒有錯 好 再來 灰神 塵土 柴 對日月 皆旺 這個 對月 對日 都是旺向 都是來生的 日 跟月都來生他 所以 灰神很旺 再來 第三個 第六搖 卯木空 又動畫回頭生 這個 卯木 兄弟 卯木 他是空王 但是他畫回頭生 這個其實比較沒有關係 好 那他綜合以上判斷 他認為說 卯日 可以破案 他認為說 卯日 六搖 卯日 直日 因為空要直日 出空 這我之前講過了 紅紫 出空 應該沒有講過 那是月破 然後 直日 這在課程有講過了 在案例 在我現在錄的案例 還沒有講過 然後 灰神被克 胡神被日衝出 還有月來克 所以他認為說 卯日 這一天 可以 抓到 但是這 他斷的不對 他前面兩點斷的是對的 但是 印期斷的不對 印期比較難斷 印期就是 事情發生的日期 所以他斷這樣子 是不夠100分 但是有勉強算是及格 因為他把 吉凶有斷出來 但是他日期沒有斷出來 那日期本來就比較難斷 然後他才學了八個月而已 其實可以斷這樣子 也算是不錯了 好 好再來這一個好這個學員 好 他是 92 F92 11072 這個 代表他是2003年11月7號買的 他買的比較久一點 在這之後買的 他第一顆也不是買文王掛 好 那你看 那這樣子他就買一年多了 2005年的5月24號 大概一年半 一年半的時間 那你看他說 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 有官服於成財 然後 非來身服 本可出乎 但成卻 身和有官 而有日月來克 來克修求 有被日月來克 是修求 所以 暫時無法出乎 他的意思就是說這個 我把他擦掉 他的段跟剛剛那個學員 段的差不多 一開始都差不多 我先介紹一下這是誰 這個是高雄 一個劉姓學員 姓劉 劉姓的學員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一樣用這個有官當用神 一樣被這個成土來生和 然後成土對日對月一樣望向 然後這個有官 被日被月來克 這個被月被日來克 其實的意思是說 他出乎之後 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後也代表說他出乎之後 就是被抓到的意思 第二個 雖有卯木動畫回頭生 第六那個卯木 來克成彩 但卯日月修求 而成日月相生 這個第二點這比較沒有關係 他這個也可以斷 但是這跟我們的那個 運氣其實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先不用講那麼多 我們先講重點好了 因為這太長了 比較佔時間 第三個這個 這才是重點 黃金策曰 胡無提西 中土耳 揮不推開 亦往南 這句話 重點在這句話 所以 以何處逢衝 及衝灰生虎 的考量 胡無提西 就是虎要有人來生他 這個無提西 就是沒有人生他 他說虎神如果沒有人生他的話 中土耳 就是都始終還是沒有用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虎神要有人來生虎他 讓他變旺起來 然後灰神要推開 推開的話 就是衝的意思 所以要以何處逢衝 就是要衝灰神 衝灰生虎 的考量 我斷運氣在虛日 為什麼在虛日 你看喔 虛日的話 他可以來衝 把這灰神 衝開 對不對 然後來生 酉金 讓他變旺 可以出虎 但出虎之後 被日月來克 所以就是代表說 會被抓到 然後這個是生河 生河 河處要逢衝 一樣要用虛來衝 所以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個我上課都有教 他就是根據我上課的內容來斷的 然後虛日 既可衝開灰神稱財 又可生虎有關 生虎有關 然後死之出虎 即是落往之日已 快者5月26更虛日 應有消息 那我們 你看我們在斷的 像我斷的還有線斷的 都很明確 不會說模擬兩可這樣子 再來這個在5月27日 因為5月26號那天 就真的落網了 你們不信的話 可以去查看看那個 維基百科看有沒有寫 他就是在5月26號落網的 5月26號 然後那個5月27號 這個圓波那一個 就是沾掛那個學員 他就說太棒了 果真是在虛日落網 真是佩服師兄的見解 等等 這個你 這是他提出來的問題 這個我沒有時間解釋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流星的學員 這段對的學員 他有解釋 他說 一出湖 急受日月子孫來課 子孫代表警察 這也沒有錯 這我上課也有教 歹徒 官鬼代表歹徒 這個都是我上課教的 所以重點在於黃金冊 的這句話 一樣這句話 這我剛剛講過了 再來這個 這個也是我講過 上課內容講過的 就是硬起如果有兩個可能性的話 要先到先去 這個很多老師都不知道 不要說學生啊 連老師都不知道 所以用5月26號這一天 不會是用5月31號的医毛日 這個我沒有時間解釋啊 好 那再來這個我回覆好這個 原PO這個 因為他後來有打電話來問我 那我在電話中 有跟他解釋過了 他說他也明白了 所以我上課中就一直強調說 黃金冊總段千金戶直解 這一篇的重要性 因為他剛剛這句話 這句話 胡無提西 中圖 提把提西是一樣的意思 會不推開易往南 這句話就是從 黃金冊總段千金戶直解 這一篇出來的 我上課就說這篇很重要 這篇裡面講到的東西 有些只有在這裡講到 在其他地方沒有講到 這篇蠻重要的 我那時候這一篇花了很多 很多時間解釋 而且幾乎每一個條文 我都會用一個例子 用一個我沾的例子來解釋 所以我們這篇 那時候非常強調這一篇 再來我回覆這個 這個回答這個人 我說你斷的很好 也解釋很好 那如果學員他問題的話 可以看VCD第18篇 我那時候是 這是2003年版的 課本在118頁 所以有些學員會質疑 有些外面的人質疑說 看影片看DVD看VCD 沒有滅獸 這樣子會嗎 那你從他們這個就知道了 從這個學員 這兩個學員的印證就知道了 一個學不到一年 一個學不到兩年 很多文弄掛的學了好幾年都還不會 這個文弄掛不是像一般的科目那麼簡單 文弄掛比較難 所以很多很多外面教的 學了三五年都還不太不大會斷 那我的學員 學了幾個月 學了一年多 都已經斷出來了 好 那 如果有人要請我占卜的 請先加我的LINE跟微信 來詢問問掛須知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